只听扑扑两声 内裤大了一圈 随手丢垃圾桶里吧 烟雾缭绕 拿火柴一点 碰的一下 垃圾桶炸西碎 这孩子拉的TNT 大家好 我是王凯 今天要试玩的是这个 秀湖系列的传新版本 当然只是个呆萌了 玩家坐地铁这么一站一站 逛吃逛吃逛吃 了解牢拉的过去和未来 视频真别显短 因为这个呆萌就不长 毕竟我也没干过炸油条 这第一站婴儿床站 地铁停下来 外头站着这个肉丝 带着大金表 漏腹了 车门一开 肉丝旁边一婴儿车 肉丝介绍了 这次我的女儿劳辣 请你照顾她 那么问题来了 我是谁呀 瞧着婴儿车里 这孩子面相 必有汗脚 这个命而不好 随手的箱子打开 里头一盒火柴 一个奶瓶 在秀湖宇宙里 火柴可太重要了 奶瓶先给孩子坐上吧 墙上写着 赢得一次秀湖之旅 这是嫌自己命长啊 小钥匙拧开售票窗口 里头一老太太睡觉呢 叫不行 婴儿车里 劳拉奶喝完了 刚找了一块布啊 用憋针做了个内裤 只听扑扑两声 内裤大了一圈 这个小床上啊 哎呀 就不说了 别看孩子小 倒是有那股子冲筋 售票窗口 老太太不是不行吗 算着老太太厉害 这老太太吃过见过 最后是拿钢筋筒醒的 把手一伸说买票要钱 这就没有王法了 给爸爸包不好使 随手丢垃圾桶里吧 烟雾缭绕 拿火柴一点 碰的一下 垃圾桶扎熄碎 这孩子拉的TNT 怀表显示10点15 调车站的表 地铁嘎吱吱吱吱吱 来了 老列车员要捡票 没钱呢 一摸他兜里一块钱 拿过去买了票 回来给他捡 才上了车 第二站儿童港 这一站劳拉长大了 劳拉这个裙子 是刚才那小辈子改的 倒是会过 肉丝说自己不得不离开 劳拉之后的日子 请我好好照顾 我想知道我是谁啊 劳拉说想要吃糖 真的我跟你说实话 上一站买票的一块钱 我都是拿人家的 放眼四周 墙上有别人吃剩的泡泡糖 沾墙上的 咱带着小铲子呢 铲下来给劳拉 来吃这个 这别人给嚼了 软和了 而且糖分低 不伤牙 墙上海报蛮有意思 这个是指哪点哪 另一个是按物体 实际大小 从小到大点 劳拉在这个车站里头 窜来窜去 找到一个方块的拼图 车站大彩色玻璃 拼来拼去 得一蹦蹦车车钥匙 嘎啦啦啦啦 摇开了报刊的卷帘门 一张报纸给到其他乘客 顺人家口袋里一块钱 真的 咱坐车从来不花钱 这一块投到公用电话里 对面说话了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还会再见面 不知道是谁啊 但得到一个时间 七点 乘坐七点的地铁 可以离开这个车站 调标 地铁来了 上了车 转身看车站里 就站着劳拉一个人 车门关上的瞬间 出现一个黑影 脑袋上套着路角骷髅 这有点恐怖片的意思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哎呀 等正式版吧 那么这条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王凯 我们下条视频见